有谁注意到赵维伦发的文案 在国际下方 1米8的赵维伦还完成了一季 是大力辰的扣篮 这季大力扣篮和这十个字的文案 仿佛也在表达赵维伦的态度 4月时 赵维伦为了赶上南兰集训队 放弃了意大利U19决赛的机会 但是赵维伦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 他除了在澳门黑熊的教学赛里上了5分钟之外 在其他比赛中没有得到1分钟的上场时间 此前有消息上 赵维伦由于学业问题离开中国南兰返回意大利 然后他会在美国和中国南兰完成会合 但在美国下联 我们也没能看到赵维伦的身影 去年时 赵维伦和杨汉森在U19一起组成了中国南兰新生代的内外线大合 但一年过后 赵维伦和杨汉森的国家队地位已经是天差地别 这到底是实力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南兰建立集训队的初衷 就是为了锻炼年轻球员 但在目前的球队中 却充斥着很多类似著名镇 高师爷这样的终生代球员 去年时 赵维伦刚刚拿到意大利B级联赛赛区最佳青年球员 他还曾和文班亚马一起进入欧洲最佳新人阵容 这样的荣誉 放在任何一个年轻球员身上 都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所以赵维伦目前面临的现状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你还没有造成 我友谈看 你也不能这种最佳 我可以知道 以来 我是者 我看我 我好